平常敬礁 鴻文敬勇 鴻基英国 画面上是基隆市区里面一件唯老都根建案的上梁典礼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民政处处长张渊祥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总召郑文庭 以及建商与贵宾 共同建政这个唯老都根的模式 因为采用SRC耐政工法 可缩短一倍的工期 将可提高老屋屋主重建的意愿 希望给基隆的唯老都根增加更多信心 我们基隆因为是开发比较早的市区 尤其在市区很有都根的价值 因为它房价比较高 可是往往因为它本身有店面的效应 楼下又有很高的租金 所以导致很多住户可能楼上的愿意 楼下的不愿意 因为担心不知道要盖多久 而且会损失多少的租金收益 我们这次特别用SRC的工法 就是让人家知道说其实一年内差不多就可以交屋了 那你大概可以算出来 你大概就是一年左右的租金收益的差异而已 就不会说还要两三年以上 SRC绝对没有人这样子 速度绝对是我最快 两个月不到东西还跨过年 坚固性跟品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些钢构的结构都还在 那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工法 同时也是一个快速可以完工的一种工法 那这对基隆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我想市区的这个房屋老旧的程度非常的高 那所以如果能够在很快速的时间之内 完成围绕的一个整合 那再透过这样的一个新式的一个工法 来让我们老旧的房子很快的再换新 我相信是市民朋友来讲 他们会引颈期待 再加上很多我们目前在基隆 大概有五个都更案在进行 还有三个围绕案 很多住户都是担心说 那他跟你合作了他房子拆掉他要去住哪里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特别在一一路这个市区这边先盖了一栋 目前我们在临近整合 我们也都跟目前整合的地主说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可以先搬来这里住 一样就住在你家附近 然后一年后你就搬回去了 因为就盖好了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诉求 希望快速的而且有保障的 让这些现住户他们有意愿来参加这个都更围绕 尤其这次看到这种土耳其的大地震 其实未来这种SRC会是主要的诉求 因为我们也是在地震站上 过去都更卡在整合太慢 而为了加速都更速度 目前台北市已经将公办都更整合门槛 降到75%的住户同意 就可以进行后续的都更工作 对于这个变化 基隆建商方面也希望基隆能比照台北 大力来推动基隆的围绕都更效率 基隆是一个早期发展的城市 超过30年的老旧建物不少 都更工作的推动相信是未来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 reads 预备 毕与语